二八流续假期天气晴朗花莲海洋公园连续三天入园数有14500人次左右 比去年同情成长大约有一成 不少从外线市的游客都说被连日豪雨时搭搭天气搞得快发霉了 好在连假来到花莲的好天气让他们很开心 看到海狮海豚表演更让他们收减煤气 二八连续三天假期花莲好天气旅游人潮出龙 为在东海岸的海洋公园三天统计入园人次超过了14500 比去年多出了一成 不少外线市游客都说被连日豪雨时搭搭天气搞得快发霉了 好在连假的时候到花莲是好天气让他们很高兴 看到海狮海豚表演也让他们疏减煤气 很开心啊总算东姑还好至少没下雨 不然很担心这几天都连假 在台北都已经不知道湿了多少天了 听说这里下两个礼拜啊 对对对 今天就是天气晴朗 好玩好玩 没有吃鸡好不好玩 吃鸡好不好玩 没有惨叫 没有 二二八连续假期为花莲带来人潮 也让疫情之下的生活轻松不少 接下来三月一号防疫管制将在稍微松绑 只要每个人能够坚持落实自我防疫管理 大家要回复正常生活 指日可待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